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辽宁舰同时也在进行整修的工作 也是为了能够完美的应对下一次的任务 媒体已经公开的发布了照片 我们也能够看到航母甲板上的痕迹 根据相关的报道了解到 国产航母在上一次的试航过程当中 即使并没有进行固定翼舰载机起降测试 也否定了之前的猜测 在之前有消息说 航空工业自筹资金研发的FC31战斗机终于正式工作 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五代的舰载战斗机 不过从现如今的状况来看 该机依旧停留在试飞的阶段 相信等过一段时间 真正的服役之后 海军在舰载机上的技术将和美军相置平 也正是因为FC31的出现 才明确了两国对航母技术的差距 不过我们要明白的是 其他的方面 其实我们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美国的现役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能够搭载超过75架的舰载机 最大程度其实是能够搭载90架以上的 说到我们国家能够和美国相比并论的舰载机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太相信 我国的辽宁舰最大能够搭载的舰载机的数量为24架 由此也能看出来双方的差距 不过辽宁舰只是我国研发的第一艘航母舰而已 在这样的基础上 所研制的002型的航母已经顺利的进展了 国产航母的发展以后也会变得更加的顺利 根据了解该航母做采用的是更小的舰岛的设计 还有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机库设计 可以搭载舰载机的数量提升到了30架 除此之外 现在我国还在研发建造一艘平直甲版的航母 还很有可能会使用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一样的电子弹系统 相信通过这一步的研发之后 两国的技术差距会很大的缩小 也会尽快的赶上领先水平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手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